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是书接上文不废话 咱们上文书啊 讲这个乾隆皇帝是决定要打针对之战 可这仗真的就那么好打吗 其实不好打 咱们先说说 这乾隆皇帝为什么那么快的 就能下定决心要打这场仗 这乾隆皇帝啊 就是弘历啊 少年之时就是按照天子来培养的 从他爷爷康熙那会儿就看中他了吗 当然了 雍正是那么说的 到了雍正登基以后啊 就更不用说了 这雍正皇帝为他铲平了所有政治对手 一切当政以后的经济之路啊 全让他老爹雍正给填平了 这乾隆皇帝肚子里没别的 是一肚子的帝王之道 他懂啊 兵者国之大事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并且前些年这平定描乱之战呢 刚刚打完不久 他也清楚啊 这西南之地民风彪悍 地势险要 往那啊 开战打仗啊 那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 什么无底洞啊 中央财政的无底洞 仗一旦打起来啊 哎 这军费开支啊 你往里填去吧 填不满 并且呢 这西南少数民族 民风彪害 各顶各的 骁勇山寨 这进藏要到的 康藏地区啊 就属着大小金川 还有着 沾队地区的 人最横 那为什么 穷 穷横 穷横的 这金川呢 据说还好点 因为那边有矿产 什么矿产 金子呀 金川金川的嘛 并且啊 这大金川的 这个主师 吐司 沙罗奔 和这大清朝的感情 还算不错 越中旗军们 两次兵进西藏 从四川兵进西藏 带的土寺兵啊 那都来自大金川 这沙罗奔 两次跟着 越中旗进藏 那么说 后来他为什么反了呢 那是后文书 今天咱们讲不到 总之这会儿啊 这关系还算凑合 这三队地区不行了 穷就穷在三队地区 山高林密 土地少 广靠种地 也就是说呀 靠安分守己的 过日子呀 活不了人 于是就闹了假罢了 假罢是什么 咱们上文书也说了 就是土匪呀 可是当地人 不那么认为 哎 这活不了人呢 我就得抢 抢来抢去 这回行了 抢到官军头上了 不但如此啊 在乾隆十年的时候 川山总督庆父 向乾隆皇帝奏报 这回事更大发了 怎么呢 这回啊 把官军抢上山了 闯进了军营啊 把绿营兵的家眷 和这个旗婆子 都抢上山 做了压寨夫人 那这事啊 哎 玩大了 那种种迹象表明啊 这些假罢 实际上啊 是有组织的 谁组织的呢 就是帮滚的手下 这帮滚呢 他既是土司 他也是大清朝的官 无品安抚使 并且可以豁养土兵 说白了 跟土皇上一样 无论是前任的川山总督 扎郎厄 还是现任的川山总督庆父 再加上这四川巡抚济山 他们的奏折呀 像雪片一样飞到京城 跟这个乾隆皇帝说 他们都怀疑这事啊 就跟搬滚有关 其实这乾隆皇帝不用猜 他觉得那惹定跟他有关 因为这乾隆皇帝心里明镜似的 他知道啊 这帮滚这么做呀 那完全是向大清朝报仇来的 因为这帮滚的爹呀 上一任的下针对土司 策冷公部等于呀 是让这大清朝啊 冤杀的 要说起来 这策冷公部对这大清朝 那是有功之臣 那还得说是在康熙四十一年 这策冷公部主动向清朝投降 交出了钱明给他的无品 安抚使的印信 主动要求归附大清 就这样啊 这大清朝才赐了他无品官 做了安抚使 等于人家是主动倒阁投降大清 那是有功之臣 可是没想到啊 雍正六年闹假霸 到雍正八年的时候 四川绿营当中有一名游姬啊 叫做高奋志 这孙子带着兵啊 到三战地区去捉拿假霸 他能逮得着吗 当然逮不着了 于是恼羞成怒 就诱杀了这位下战队吐司安抚使啊 策冷公布 那您想玩得了吗 人家有儿子 儿子是谁啊 就是班魂 这班魂召集了三战的所有人马 杀了二百多清兵 转过年来 清军呢 一万两千多人扫荡三战 结果是无功而返 原因只有一个 山高林米兵马不能入内 你连人都看不见 你得什么假霸呀 最后呢 这大清朝也只能是愤愤作罢 在乾隆二连还不得不承认了班魂的吐司身份 他继承他父亲的纸匠 并且给他换了号纸 这班魂呢 算正式做了这大清朝的安抚使无品官 那么说这班魂得念这大清朝 念着这乾隆皇的好啊 嘿嘿 杀父之仇啊 谁又能抛到脑后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一想就明白了 这个闹假霸这事儿 肯定是和班魂有关 那肯定就是班魂豢养的这群假霸 那当断不断避留后患 既然决定出兵还等什么呀 乾隆皇帝一刀欲指就发到了四川 这道旨意是给谁的 给了川山总督庆复 四川巡抚济山 还有四川提督李之岁 哎 这就是乾障最高的三位指挥官 乾隆皇帝说呀 倘若如雍正八年至草率完结 复为今日之害 则庆复济山李治岁 不得辞其就也 乾隆皇帝这句话表达的很明确 任公我呀 要死的 要的就是彻底清剿灭其族类 这帮滚呢 必须逮着或者是弄死 如果你们要是再给朕留一个小尾巴解闷玩啊 那你们仨等着吧 那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王法如炉 真如炉 人心似铁是真如铁了呀 那么说其实呢 这场战争也真就是这老三位挑起来的 一道一道旨意往乾隆皇帝那揍包吗 内容就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请战 可是要说这皇上一说真打 这仨人都含糊了 为什么 说实话 这老三位谁也没去过这战队地区 等找明被人一打听啊 这老三位呀 算是含了心了 看来呀 这仗是真不好打呀 手忙脚乱的调兵前将 川山总督庆复啊 哎 这到这会儿啊 他好像又软下来了 他对这个战队呀 还有一丝侥幸 他对这个战队发了一篇行文 这篇行文上面写呀 如果说这土球啊 有毁过之心 擒贼搅脏啊 这朝廷便可从宽处理 可是啊送信的人往战队一去发现 人家搬滚早有准备 各个交通爱口啊 已经有重兵把守了 这件事啊 传回北京 传到乾隆皇帝耳朵里呀 这乾隆皇帝一听就急了啊 川的阵弓我打仗的是你们 现在要跟这个贼囚义和的 从宽处理的还是你们 一到旨意就发到了四川 什么旨意 问责 这旨意上说呀 兵贵神速 岂有贼兵已发阻挡 而如等尚无出师之气之理 那哥仨一商量赶紧吧 别管这个战争准备完善目完善 先把兵派上去再说吧 这四川提督李治粹啊 跟皇上可是拍着胸脯子说的 靠他四川一省之兵 就能解决这战队之乱 还真没动用八旗兵 一万五千多名汉土官兵啊 可就向战队方向进发了 这乾隆年第一次 针队战队的战争啊 算是打响了 那打的怎么样呢 哎怎么样啊 这一打呀 就是一年 三瞻之地 弹丸之地 这一万五千多清军在这儿 弄了一个是不能自拔 您听说过战争泥沼这个词吗 通常啊 咱们本朝都是来形容 这美军在越南 哎 这乾隆皇帝在战队啊 就是这样 陷入泥沼不能自拔 这一万五千多汉土官兵 这土寺兵啊 损失还算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是当地人 习惯了当地的气候 并且呢 人家也不真给你玩命 因为山里边的土寺兵 跟山外的土寺兵啊 这同族同园 人家是一家人 好 跟您这大清朝的绿营兵啊 人家隔着叫呢 可是这帮绿营兵啊 算是遭了罪了 夏天呢 是慢山胀气啊 哎 刚到这个十月份呢 就已经是大雪封山了 联动带恶带兵 这一万多绿营兵 是损失大半 不用人家这沾队的土寺兵打呀 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那没办法啊 请求增援嘛 这大清朝啊 又调来了三路兵 乾隆皇帝的旨意说呀 要并力争搅 哪三路兵啊 奎州副将马良柱 从南路领兵杀来 北路啊 也有一支军队 松潘总兵宋中章 从礼塘方向往南进攻 中路呢 建成镇 总兵袁石壁 大军呢 是直扑三针 所有军队啊 由四川提督李直岁 坐镇中军统领 并且这皇上说了 说这个川山总督庆复 你呀 别在西安啊 高高挂起的看热闹了 你呀 赶紧四川前线督战去吧 这大军一来呀 这战队山里呀 也听着信了 首先说呀 和这个搬滚的联盟军 就动摇了 上战队的首领啊 首先就投降了 这乾隆皇帝很高兴啊 既往不咎啊 并且啊 还有奖有赏 这搬滚听着信之后啊 他也要投降 可是啊 前线这老哥仨呀 谁呀 川山总督庆复 四川巡抚 济山 还有这军们李之粹呀 不敢同意 就没有接受这搬滚的投降 其实 这仗打到这份上了 虽然这乾隆皇帝前面有圣旨 说这搬滚 一定要抓着 或者要死的 那是因为当时的乾隆皇帝心气高 他认为大军一到摧枯拉朽 就这么几个毛帆呢 一定是马到功成 可是皇上他也没想到啊 几万人盯上去了 大清朝的国壁躺云 花钱如流水一般的 这仗啊 也打不成什么结果 也许啊 哎 这前线的兵官啊 把这个起降的事报告给皇上 皇上没准就同意了 这战争可能也就结束了 这枪腹等人呢 驳回了搬滚的起降 搬滚可就急了 成困兽之斗 接下来的仗啊 那可打的是相当的困难了 前线这帮将官 怕受到责备 往朝里边报的这个消息啊 很多都是假的 说是与敌军交战呢 有优势 实际上竟打败仗了 等到这庆夫到了前线一看呢 这李治岁所报告的战况 是完全不属实 清军呢 每天都在死人 是没场仗 就没打赢过 那紧接着呢 这朝廷啊 是该革职的革职 该伸斥的伸斥 也往前呢 又派了两员大员 谁呀 大臣搬帝和弩三 这简直就是一场糊涂仗啊 昏昏噩噩噩 到了乾隆十一年 征月 大雪封山呢 这搬滚呢 又派人来起降了 这来人呢 是个老太太 谁呀 搬滚他妈 来到大营当中啊 跟这帮清军的将领 是哭天抹乐 这帮带兵的将领 一琢磨呢 千万不能相信 这搬滚是诡计多端 可能啊 大雪封山以后 山上粮食也不多了 我估计啊 这是缓兵之计 与此同时啊 这帮滚呢 聪明反背聪明物 他下了一招啊 让这乾隆皇帝 绝对不能原谅的臭旗 什么旗呢 他派了几名死士啊 望出送了一封信 送到哪呢 送到拉萨 送给七世达赖喇嘛 那么说啊 他们认识吗 哎 您别忘了 这七世达赖喇嘛 当年就在这个地区流放 所以跟当地的藏族 吐司这些贵族们呢 关系相当的好 那会儿的帮滚呢 还不是吐司 是少爷 天天没事就掌子庙里 整天跟这个达赖喇嘛见面 这两者的关系 想不到的那么好 达赖喇嘛收到信之后 一看自个儿的小兄弟啊 要玩 于是呢 他提起胆子呀 就给这个乾隆皇帝 写了一封信 那意思就是说呀 哎 您不能赶尽杀绝 给我这小兄弟啊 留一条活路 乾隆皇帝 看完这封信之后 直接就扔进了火盆里边 提起笔来呀 给这七世达赖喇嘛 写了几个字 派人就送回了拉萨 什么字啊 不准所请 就四个字 这乾隆皇帝气得够呛啊 哎 他想不到 这搬滚的搬滚的 你路子还挺野 你还能勾得上达赖喇嘛 他又可恨这个达赖喇嘛 当年呢 就是因为你跟你父亲 参与地方叛乱 才被先皇贬到了四川 在四川流放了好几年 你还不长邪 你还敢掺和这大清朝 掺和镇宫我的正事吗 你等我缓出手来的 这乾隆皇帝于是啊 一道圣域发到前线 也别管东不东 春不春了 这乾隆十一年五六月间 必须完全取得胜利 要不然呢 上至钦差 总督巡抚提督 下至偏将副将 全给我死去 那皇上说话了 谁敢不听啊 就在四月十三日的夜里 这清军对下战队搬滚 发起了总顾 结果怎么样啊 刁宝啊 拿起来了 山寨攻克了 可是这搬滚呢 不知所踪 查了半天呢 算查明白了 哎 这史书所在 班鬼与一同母帝 厄姆劳定携卷在鸭鲁地方 将出太寨内隐匿 那有皇上指的意思啊 这中将官也不敢怠慢 随即啊 带领着这个汉土官兵 同往茶坠 四月二十日就把泥日寨围了 攻克碉楼四十余座 火烧了大雕啊 就有四座 七八百作乱的帆子呀 无论老幼全部烧死在碉楼里 等到打造战场的时候啊 看着这帮作乱的帆子 被烧得一个个胡不老啃 也认不清谁是谁了 在战场当中啊 这帮清军就捡到了 一把黄金镶嵌的火枪 那于是大家认为啊 死的人里边肯定有帮滚 于是向皇帝奏报啊 这帮滚烧毙 全家死于战火当中 最后啊 这大清朝也在官书当中 给这场战争下了结论 这藩贼进行烧臂 犬鸡无存 搬滚 即一家口 并恶目劳丁 江错泰等 一起烧死 乾隆皇帝呢 在江信江一制下 收了大军 在当地呢 中路留下三千兵 南路留下一千兵 作为善后 对这些前线的有公之臣 所谓的有公之臣 都做了封赏 对战队之战呢 算是打完了 那事情是像乾隆皇帝 所知道的这样吗 当然不是 这搬滚呢 和自己的弟弟 携带着自己的母亲 就真跑了 要说呢 战争结束 我跑了贼手 这事也不能怨谁 哎 仗打胜了 贼手跑了 算是他狡猾 人家给自己早就安排好了后路 可是后来啊 这乾隆皇帝知道真相以后 差一点就气死了 却原来啊 这川山总督庆赴 为了欺瞒皇上邀功 这才编出了搬滚椅被烧死的瞎话 这搬滚没死 庆赴是一早就知道的 并且啊 他和这个搬滚呢 还有串通 这里边丢人的事啊 咱们明天再聊